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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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永远也想不到 你随口的一句话会给你带来多大的惊喜 女孩第一次入宫就遇见了太后 不懂规矩的她 叫了声婆婆 第一次被人称作婆婆的太后辈子亲切 不仅没有责罚女孩 倒是对这个丫头产生了好感 这辈子还从来没人叫过我婆婆 丫头啊 来 牵着婆婆的手 到婆婆屋里去 拉着手唠唠家长 这个丫头 孝庄是越看越喜欢 直接带进了自己的寝宝 好吃好喝的供养 又特意换了衣服 孝庄还亲自给女孩起了个名字 大今儿起 婆婆 就叫苏玛拉姑 婆婆呀 还要给你找个弟 她的名字叫玄叶 从此以后 苏玛拉姑就是她唯一的名字 她也成了玄叶的第一个事 没想到 第一次见主子 却看见小玄叶重病在床 苏玛拉姑直接说出病症 天花 你说什么 婆婆 竹子得的是天花 孝庄不敢相信 天花在那时属于不治之症 一个小女孩怎么会知道 原来苏玛拉姑本出自名门世家 就是因为全家闹天花 所有亲人染病去世 她才不得不进宫求口饭吃 这个东西她最清楚 孝庄看着一旁病奄奄的董乐飞 也有了猜测 走过去一线衣服明显也是天花 看来这病就是自董乐飞而来 立马让人拉向宫中警报商议对策 得到消息的顺治姗姗来迟 可知晓了情况的她 没有想着如何治病 也没有责怪董乐飞 却是第一时间将矛头指向了苏玛拉姑 我看 我看就是你把恶级着急攻来的 来人 你来扫数变坏 他们偷了就够犯了 正儿 婆婆 婆婆 小小的苏玛拉姑就这么成了悲伯下 就连孝庄也无法捂命皇上的纸 对这个好大儿她是真的新娘了 灵旨的太监们十分听话的旧金蛙的坑 要把人埋了 眼看一条生命即将离开 心里还是有点担心的孝庄终于到了 让人解开麻袋将人放出来 孝庄知道人一辈子只能出一次天花 这次天花肯定和苏玛拉姑无关 可苏玛拉姑也不能继续留在宫里 孝庄还是撵走了苏玛拉姑 眼下什么事也没有治好玄业中的 可无论喝了多少药 用了多少珍贵的凉方 玄业也没有什么起色 从早上到晚上孝庄寸步不离 她要第一时间知道玄业的病情 可等到的确实是玄业越来越微弱的气息 眼看未来的康熙就要这么杀青 一个太监匆匆而来 说有个丫头带来了救命的药 已经贵了一天 也让孝庄再一次看到了希望 婆婆 这药叫吉吉草 老人说能治很多恶吉 闹天花时老人就拿她熬药 有效吗 救活一小半人 听说救了一小半人 孝庄立马来了精神 仔仔细细地闻了闻 立马让人熬药 现在的她 哪怕是一次机会都不会放门 可拿着熬好的药 孝庄再一次让苏玛拉姑想一想 要是玄夜没喝这要不治身亡 这件事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可一旦喝了这要出现任何问题 苏玛拉姑就是要灭酒族的罪 太后丫头的族人 死的死 散的散 只剩下我一个孤女了 我就是泉族 她本就是要死了 若不是孝庄好心 她活不到现在 一旦出了什么问题 只当是把这条命赔给孝庄而已 上天也没有孤序这个女孩 吃了鸡鸡草的玄夜 终于有了点好转的迹象 我的孙儿 我的孙儿 你爸这儿又见我了 第二天 昏迷了七天的玄夜醒了过来 生龙活虎的样子 哪里还能看出生病 祖母 哎呦 我的孙儿啊 担心了这么久的孝庄 也松了一口气 从这一天起 天花再也奈何不了她的好孙儿 而另一边 没有得到鸡鸡草治疗的董乐飞 终究没有逃过死神的召唤 心如死灰的顺旨 亲自为董乐飞淡了葬礼 虽然是妃可规格却和皇后互相上下 一旁的玄夜忍不住一阵后跑 苏玛姐姐 要不是月姐姐逃 她们那个人 就是我了 无论怎么样 现在活下来的是她 死的是董乐飞 苏玛拉姑也正是成了玄夜的侍女